大家好,我是演講的陳廷偉 我們今天首要講的是物聯網自動儲存債系統 這套系統結合了AOT物聯網以及自動控制系統和循跡自走車的系統 我們之所以會想做這套系統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然後就會造成許多的物流或是倡儲空間的停擺 這樣子不管對於我們網購或是郵寄的人來講都是一種負擔與麻煩 所以說如果使用我們這套系統的話 不僅可以減少人力資源的支出 然後如果碰到像是類似疫情這種狀況的話 也能夠完整的去做物流整個管理、倡儲管理的好整個流程 大家好,我叫林家文 我為你們介紹自動儲存債系統 它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手動模式和影像辨識功能 我要為你們展示的是手動模式 這是我們的貨物 它如何操作是放下去之後 按下置物 再按下A 它就開始到達A倉的位置 它是如何知道A倉的位置呢 是因為那台機器 在它層次裡面 它有一個預設位置 就是中間值 它就會知道A倉的位置在哪裡 吃個看 它換完之後 它會返回回來等待下一個命令 接下來我要為你們介紹的是 收貨系統的影像辨識功能 這是我們的提貨卡 提貨卡要如何使用呢 先按下去 置物的另一個功能 取物 按下自動編制 讓它看這個 它就會開始到這場位置取物了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只能到達大概位置放置 它需要一個準確位置的話 需要很多的位置出去 你們看 我們來介紹環璧 謝謝各位 我是林永旭 無同三位兩位所說到 我將會帶成做個結論 這個自動的商務系統 是我們想要因疫情時代 缺少能力資源 而去構成出來的 應用的引體資源 也是現在的熱門的AIOT無言法 還有影像辨識系統 以及自動控制等等 但是這套自動可以改變 這個地方還不只如此 因為我們時間的不足 所以我們只能呈現 大概像這套系統 之後我們會想要做 無法表達連結 還有Firebase的資料庫裡 這樣就能隨時間控制 倉庫庫的狀態 但我想這套系統應用 不只這樣 所以我們將會 繼續開發這個自動商務系統 甚至結合很多的商務公司 來建立一個 倉庫庫發言系統 謝謝各位 以評刊上的設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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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